失蹤三年左現身 英財上貓被懷疑組間諜 不用找了, 新一代的特務可能就是他 出入英國唐寧街, 政府重地 說去哪兒就去哪兒 當保安、警察完全無道 外交部機密辦公室 首相府內閣會議室 甚至潛入財商的紅色文件包 他跟所有出色的特務一樣, 喜歡蒲巴 最可疑那次, 在海軍演習期間 他走進指揮室 有政府官員甚至猜測 他可能已經變舌, 成為中國間諜 貓女佛雷亞其實是歐斯邦 在2009年還未做財商收養 但幾個月後不見了 隔了三年, 歐斯邦已經升官 一家搬到唐寧街, 突然有人在公園找到佛雷亞 再根據植入晶片的資料 打電話通知他們 從頭主人懷抱的佛雷亞 就遼是豆菲 連手上的貓都照打 有保守黨人說, 佛雷亞基本上通行無阻 只要在他身上裝偷聽器 就可以知道政府一半的秘密 到晚了 到晚了 到晚了